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将这身龙鳞铠甲误归原种 龙鳞铠甲无护心灵 虽无法让你长生不死 却可以维持你的性命 若没了它 因你的身体 怕是撑不了多久 这便是我求之不得的命数 如今苏银 已经被钉死在广寒门的主座上 这身龙鳞铠甲 我也终于可以自行脱下 还与你了 我快点死我了 热门 我还不挣不了 我还不挣不了 我都还不挣不到 我还不挣不了 我还不挣不了 去死我了 我还不挣不了 去死我了 走 如今我终于可以截然一身 黯然地长手芸汐了 你要走 和 和颜辉一起啊 她会留在青丘 我或许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 这段日子里 我明白 她是贤哥的好姐妹 我会在这段时间里 也多关照关照她的 放心 不必麻烦 她自己会过得很好 我只想说 此前我以她的名义 入合你的花抱 若有盈利 请你记得 莫瑶亏损了她的 我不在 她有钱花 也能开心些 天药 你对宴回的情意 我能感受得到 可你这 你怎会认为我是短缺他人钱财之人呢 我凤千硕虽然年纪轻轻 但我堂堂君子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花抱的盈利 我会一分不差地 给到她 大可放心啊 如此身好 有劳了 你也太小看我了 男人最有魅力的是什么 是诚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